第112章 叙利亚战役 在这一章您将听到 伊拉克发生的反应政变 在中东产生了连锁反应 周星国威逼维西法国政府 为其在叙利亚地区的军事部署提供方便 为了遏制德国扩张 丘吉尔要求维尔派兵协助自由法国攻打叙利亚 这道命令加剧了维尾尔和战时内阁的矛盾 叙利亚是法国的众多海外领地之一 法国投降后 叙利亚认为自身受到投降协议的束缚 且维西当局又极力阻止法国士兵投降我军 波兰旅抵达我方营地 但法国人却没有几个跟过来 1940年8月 意大利停战委员会出现 于是战争爆发时 遭到拘禁的德军特务 获得了释放 并开始展开行动 到了年底又有不少德国人前来 他们经费充足 继续煽动黎凡特的阿拉伯各民族 抗击英国人和犹太复国者 到了1941年3月底 我方开始关注叙利亚的局势 德国空军已从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基地出发 向苏伊士运河发起攻击 显然他们随时都能对叙利亚采取行动 尤其是派出空降部队执行该任务 德军一旦占领叙利亚 埃及关键的运河区域和阿巴丹列游场 便会直接面临威胁 会不断遭到敌军空袭 同时 危及我方在巴勒斯坦与伊拉克之间的陆地交通 因此 埃及也很可能发生政治变动 并将严重削弱 我方在土耳其 及其整个中东的外交地位 5月21日 拉西德阿里 请求希特勒发动武装力量 支持他在伊拉克进行的反应活动 此日 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接到指示 要求法国政府允许 德军穿过叙利亚 将飞机和军需品 运送至阿里的军队 5月5日和6日 达尔朗海军上将 与德军达成初步协议 将飞机和军需品 运至叙利亚 把军需品交给意大利 停战委员会掌管 并将四分之三 运至伊拉克 除此之外 德国空军在叙利亚着陆时 还将拥有便利条件 维希高级专员兼总司令 当次将军 已接到相关指示 从5月9日至月底 约有100架德国飞机 和20架意大利飞机 将降落在叙利亚机场 此时中东司令部 手头的任务 压得他们快喘不上气 若要保卫北面的巴勒斯坦 现在只有第一骑兵士能用 戴高勒将军迫切要求 尽快让自由法国军队 采取行动 必要时 无需英国军队支援 然而有了达卡尔的前车之箭 无论是维维尔将军 还是我们都认为 只派自由法国军队 哪怕只是为了阻止 德军穿过叙利亚 也是不明智的 尽管如此 在没有接近权力之前 我们不能就这样 白白放弃叙利亚 尽管我们不想给维维尔 增添负担 可眼下不得不恳请他尽其所能 帮助自由法国的军队 4月28日 维维尔回复称 只能派出一个旅 我在该电报上批复道 维维尔将军 需要尽快部署那个旅 其机动队 并前往巴勒斯坦边境待命 于是 三军参谋长 向维维尔做出指示 不要对当辞将军 明确表示一定会提供援助 但是 如果他阻击德军 从海上或空中登陆 英国将立刻竭尽全力 为其提供援助 除此之外 维维尔还被告知 如果德军发动袭击 应立即指示空军 采取行动 前景不容乐观 五月八日 我给三军参谋长 发去 被网络 内阁将于今早召开会议 在叙利亚问题上 请三军总参谋长 为我出谋划策 我方必定不遗余力地 阻止德军派出 小股兵力 在叙利亚落脚 然后以叙利亚为跳板 获得伊拉克和波斯的 制空权 维维尔将军无需为东义的此次动乱而烦恼 这样做毫无意义 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提供援助 不必在意维系政府的反应 请各位参谋长 为眼下的局势出谋划策 我将不胜感激 五月九日 得到国防委员会的同意后 我致电维维尔 如果敌方将几千名德军空投制叙利亚 并攻占叙利亚 这其中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 国防所获情报表明 达尔朗海军上将可能已经与德军达成交易 帮助其进入叙利亚 眼下 我已明显察觉到你方兵力匮乏 可我们别无他法 只能为卡特鲁将军提供必要的运输支援 使他及其自由法国的军队尽力而为 皇家空军则负责阻止德军的空降部队 希望你能给出更好的办法 十四日皇家空军接到命令对付叙利亚境内及法国机场上的德国飞机 十七日 维维尔来电称 鉴于需要从巴勒斯坦向伊拉克调遣军队 故解决叙利亚事宜 只能靠自由法国军队或从埃及抽调军队 威维尔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自由法国军队无法胜任这个任务 并有可能使局势恶化 他在结尾处说 博道万不得已希望不要派他参与叙利亚仪式 参谋长委员会附电称 眼下别无选择 只能在不影响西部沙漠安全的前提下 将他规模最大的那支部队临时抽调出来 并让他做好准备 尽早进驻叙利亚 至于如何组织那支军队 则由他自行安排 5月21日 在德军进攻克里特岛之际 威维尔命令澳大利亚第七师 准备进驻巴勒斯坦 其中不包括驻布鲁克的那个旅 并对梅特兰威尔逊将军作出指示 让他拟定进军叙利亚的计划 此时 维维尔在看完参谋长委员会发给他的电报后 对身处国内的我们产生了误会 我实在不明白 我已经明确跟参谋总部汇报过了 自由法国的军队完全没法独立完成行动 而且我现在手头上 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他们 看看我们都要做什么 既要保卫埃及 又要从希腊撤出军队 克里特岛的守卫也岌岌可危 马尔他岛还抽掉了我们的兵力 现在又要进攻伊拉克 我哪有那么多的兵力 我之前已经提醒过首相 他的想法不切合实际 为什么大本营宁相信戴高勒不靠谱的建议 也不愿意听自己人的一丁点实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宁愿辞职 我真是受够了 把这些以电报的形式 发送给总参谋长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 我宁愿主动请辞 这就是维维尔将军 电报的全部内容了 手下 我认为伦敦和开罗之间产生了误会 我们应该立即向维维尔将军澄清 听起来 你的确怨气很大 我会向你澄清这是个误会 这次行动是依据各负责战区和政策的 最高指挥官的意见决定的 如果德军仅凭少数空军 游客及当地叛徒就能占据叙利亚和伊拉克 那我们无需畏缩 大可进行同样小规模的军事行动 也不必担心行动失败 所造成的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 你觉得这么说怎么样 我觉得十分恰当 手下 那好 后面再加上这句 这个决定我们愿意负全责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执行该计划 我们会如你所愿做出安排 解除你的总司令之职 维维尔复殿称 他已了解情况 并解释说 以证明自由法国方面提供的 有关叙利亚形势的情报 是不准确的 因此 只此克里特岛 伊拉克和西部沙漠地区 急需兵力之际 他才不愿意对叙利亚 采取军事行动 德国空军已进入叙利亚 离运河和苏伊士比马特鲁港更近 因此叙利亚的局势实在令人担忧 看来维西法国现已完全投靠德国 经过和坎宁安 特德及布莱梅详细讨论后 我也向巴勒斯坦派去增援部队 我们都认为 必须做好准备 对叙利亚采取强制行动 小规模行动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 目前中东整体局势 主要由空军力量和空军基地所掌控 由于敌军在希腊建立了空军基地 我军将很难守住克里特岛 如果他们在希腊尼加 克里特岛 塞浦路斯和叙利亚也设立空军基地 我们将难以聚守埃及 尼罗河集团军的目标 是尽力迫使 被与希腊尼加的敌军向西撤退 阻止他们进驻叙利亚 并坚守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 以我们的兵力和空军实力而言 实现这些目标并非一事 我知道你已了解情况 并想尽办法对我们有求必应 我军也正在不遗余力守住中东 往后几个月我们将历尽坚信 但我们绝不会丧失信心 我于次日赴殿 感谢你的来电 当前我们大家举步为鉴 许各尽所能来帮助彼此 就叙利亚一事 我们重视的是你的意见 而不是自由法国方面的意见 你最好能让戴高乐向你靠拢 如需帮助请告知我们 我们不能因为顾及叙利亚 而在克里特岛战役中失败 因此眼下只能采取下策了 在伊拉克问题上 我希望哈巴尼亚部队能很快进驻巴格达 并在那儿建立摄政政府 随着巨手克里特岛的希望越发渺茫 我方越发关注德国可能会对叙利亚构成的威胁 5月25日 威威尔发来电报 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输出商作战计划大纲 输出商是我们给当时叙利亚作战计划所取的代号 威尔逊正准备率军向北前进 随其前往的有澳大利亚第七师 自有法国军队 部分以摩托化的第一骑兵师 以及其他部队 威威尔预计最早能于六月第一周展开行动 5月27日晚 内阁国防委员会集中开会 共同研究中东整体局势 我将会议结果进行了归纳 并给威威尔发了封点报 基于以上事实 我们决定立即在中东展开行动 第一 敌军占据克里特岛后便可以穿过希腊及克里特岛西岸 达通西兰尼加的直接交通线 如果我方空军无法驻守在西兰尼加 就既不能切断敌军的这条交通线 也很难守住马尔他岛 而且要想继续切断敌军通往迪利波里的交通线 也绝非易事 第二 如果敌军借到土耳其和叙利亚发动进攻 他们在数周内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 必须在西部沙漠战役中取得关键的军事胜利 并拼尽全力争取一次摧毁敌军的武装部队 在此期间 德军由于遭到弗赖伯格的奋勇抵抗 其空军力量元气大上 趁其复原之前 我们应在叙利亚站稳脚跟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此 对于你在五月二十五日的电报中所提的总计划大纲 我们予以批准 此后 克利特到尸首 西部沙漠兵力集中 我们的心情胶着万分 于是带着这样的心情 我们开始着手准备攻占叙利亚 六月三日 我给维贝尔发了封电报 第一 请把你派往叙利亚之战的地面部队和空军的相关信息准确地电告我方 你将如何派遣波兰旅 看来我们需要在一开始便尽量派出和彰显我方强大的空军力量 这一点十分重要 因此 正如在伊拉克一样 即使是破旧的飞机或许也能派上用场 第二 克利特岛之战引起了一阵批评 你不必为此担忧 只需要一心致力于叙利亚战场 尤其要关注战俘作战计划 光靠这两件事 就可应对那些公正与否的批评 战俘作战计划将享有空军优势 远远超过你在数月内所能集中的空军力量 正如拿破仑所言 战争会回答一切的 愿你一切顺利 五月 维维尔在复殿中告知我们 他将派出多少军队 他表示会尽量避免战斗 认为要想占领叙利亚 所需兵力为两个师和一个装甲时 或至少几个装甲旅 因此他认为 距离成功尚有一顶距离 六月八日 盟军启程 打响了攻占叙利亚的第一枪 起初 他们并未遭到多少抵抗 然而敌军发现我方兵力薄弱时 他们便振作精神 奋勇反抗 自由法国的军队 在距大马士哥十英里处遭到阻拦 其东翼遭到敌军反攻 交通线受到威胁 澳大利亚师沿海岸公路前进 因为帝势险阻 行军速度缓了 由于遭到敌军两个营 及其坦克的反攻 英国的一个营 在库奈特拉被击败 海上方面 我军曾与维西的驱逐舰交锋 但对方快速逃跑了 经过一周的战斗 维维尔清醒地意识到有必要派遣军军 他设法为英国第六师的一个旅调进运输工具 该是此时已基本成形 六月底时 他再次派了一个旅前往叙利亚 除此之外 他从第一骑兵师抽料出一个旅 派其从南部穿过沙漠攻占巴尔米拉 该骑兵师曾参与攻打巴格达 维维尔还命令驻伊拉克的印度第十师的两个旅 沿着诱发拉底河上游进攻阿勒坡 从二十日起 他所采取的扩大战局战术开始奏效 二十一日 达马士格被澳大利亚史攻下 经过七月第一周的战斗后 维西政府即将战败 当此意识到 他的部队战斗力已经到达极限 尽管率领着两万四千多名士兵 但已无法继续抵抗 空军仅剩不到五分之一 七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半 维西方面派特使前来请求停战 我方予以同意 并与之签订的一份公约 于是 徐利亚被同盟国占领 我方伤亡人数 达四千六百多人 而敌军的伤亡人数 约六千五百人 叙利亚一战取胜 不仅大大提高了我方在中东的战略地位 而且粉碎了敌军的企图 使其无法自地中海 向东入侵 这样一来 我方在苏伊士运河的防线 向北推进了二百五十英里 土耳其 土耳其也不必在为其南部边疆感到担忧 英国及其军队在中东最终获得了不容质疑的重大胜利 而且实至名归 克里特岛之战 虽是我方损失惨重 但摧毁了德国空将军的主要力量 伊拉克的叛变 最终也被镇压 我方临时调集的兵力 虽为数甚少 但重新掌握了那片广大区域 由于情况紧急 我方攻占并征服了叙利亚 该行动 阻止了德军 向波斯湾和印度进军 如果我们行事谨慎 没有将意志强加于每位司令官 如果维维尔对事态发展 感到惶恐不安 无法提供援助 那么无论是战争还是土耳其 未来的命运 统统都将被改写 现在还有另一场战役 上诞叙述 在我和三军参谋长看来 西部沙漠战役最为关键 他虽未获得成功 却足足牵制了 龙梅尔五个月 第113章 战斧计划 在这一章您将听到 为了夺取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维维尔精心策划了代号战斧的进攻战 英军虽然实力占优 却因指挥不得力 难逃失败命运 这场战役不但再一次成就了龙梅尔的名声 也让内外交困的维维尔 告别了在北非的军旅生涯 我们置身国内 心心念念想着在西部沙漠击溃龙梅尔 无论军民 我们都一致认为此事至关重要 每天都会有其他棘手的问题 等着维维尔去处理 但就此事而论 他的想法与我们保持高度一致 即通过摧毁龙梅尔的大胆进攻 以解脱布鲁克之位 从而弥补所有损失 我方一位与龙梅尔总部联系密切的间谍 发来情报 说龙梅尔虽手握实权 但地位不稳固 面临诸多困难 而且德国最高统帅部 已给他下达严格命令 不要心存侥幸 做事良机 至维维尔将军 关于龙梅尔发动进攻的地点 是塞鲁姆还是托布鲁克这个问题 由你的手下和将军 根据战术自己来判断 老虎计划成功之时 便是你放手一搏之计 等一完成该计划 我会马上帮你抽掉马尔他岛的旋风式飞机 一旦德国佬丧失主动权 危险指数便会降低 我们时时刻刻牵挂着你们 威威尔和我在电报中称这批坦克被毁屋载 1941年5月初 西部沙漠的庄稼部队 仅由各两个中队的巡逻坦克和步兵坦克组成 这些坦克驻扎在马特鲁东南部 威威尔希望6月初时 这支部队便可被训练成一支有力的打击力量 在他看来 他已找准时机 在虎仔的准备就绪前 先下手为强 他希望赶在德军第15装甲式增援前 发动骑袭 威威尔将军至首相 在实施老虎计划前 我已下令将闲置的坦克 全数归属哥特部队 以便向敌军的塞鲁姆地区发起袭击 我方应在这两天开始行动 我相信哥特有能力 打败敌人的先头部队 一旦成功 立即命令哥特部队 与托布鲁克守军联合起来 将敌军驱逐至托布鲁克西面 我本应等老虎计划所拨的 部分坦克抵达后 再实施此次行动 但我已等不及了 得在敌军获得增援前 尽快采取行动 对我的建议 三军参谋长表示完全赞成 第七装甲旅和第二十二警备旅 在哥特将军的指挥下 5月15日攻破了 赛鲁姆和卡普错跑 敌军很快展开反扑 当天下午 重新占领了卡普错跑 敌军的实力远超我们的预料 竟派出了约七十辆坦克 最终 我们决定于十六日全军撤出 只在哈尔法亚和西迪苏里曼的 壕沟内部的 艾口 留下守军 维维尔并不看好此次行动 他说 行军之初他已肃清了该地区的敌军 在此之后敌军利用坦克发动反击 或是我军撤退至哈尔法亚 我们依然能够守住赛鲁姆的前哨据点 托布鲁克守军的突击也取得了局部胜利 我们曾使敌军遭受重创 身处国内的我们 听闻后十分高兴 知维维维尔将军 第一 此次行动结果我们感到很满意 在没有派出胡子的情况下 你就发动攻势 进军三十英里攻下哈尔法亚和塞鲁姆 俘获了五百名德军 并使敌方的士兵与坦克遭受重大损失 第二 托布鲁克也传来了不错的消息 尤其是敌军的损失比我方更为惨重 显然 敌军很渴望拿下托布鲁克 由此看来 留在托布鲁克继续进行战斗至关重要 第三 由于敌军无法忍受持续不断的激战 他们正将援军调至前线 试图重新稳定局势 此举正中我们下怀 我们坚信 你一定会在瑟鲁姆和托布鲁克战斗下去 如果你方便 请指定你的某位属下 根据你们司令部了解到的重要事件与局势 每晚给我发一份详细报告 对此我们将不胜感激 第四 你打算何时派胡子参战 维维尔将军至首相 敌军十里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迫使我方退居首适直至胡仔参战 可此事得等到月末方可实现 尽量多给胡仔一些时间 让他们能够适应当地的情况 但这也要以局势而定 敌军正在前线调集兵力 可能会继续前进 你应该已经收到奥斯塔公爵投降的消息了 这实际上标志着 东非战士就此画上了句号 二十日 维维尔报告称 德军第十五装甲师的坦克营 已抵达前线 尽管事前已有所准备 但胡仔的一系列工作 如起域改装 以及调整适应沙漠作战性能等 都被严重耽误了 许多步兵坦克运达后 发现机械性能不良 然而没过多久 灾难就降临了 龙美尔第十五装甲师的大部分军力 集中部署在卡普错保 和西迪俄马的交界线上 将一支小侦察队派往南面 二十六日 敌军下哈尔法亚进军 并约当晚占领了爱口北部的高地 我方试图发起反攻夺回高地 但未能成功 次日早晨 敌军发起猛烈炮击后 派出了至少两个营和六十辆坦克 进行联合进攻 导致我方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 处境堪忧 后备部队由于离得太远无法参战 故只能立即将其撤出 敌人达到目的后 设法在哈尔法亚站稳了脚跟 三周后 他们占领的阵地 给我方构成了巨大阻碍 此时 战俘作战计划 虽仍在积极筹备中 但却仍有不足之处 维维尔将军 至帝国总参谋长 一 战争胜负 取决于装甲部队的作战实力 因此 我方正把能调动的装甲部队 全部投入战俘作战计划中 如果从马特鲁往前进军 最早也要到六月七日 而且可能还会更晚 二 我认为你应该知晓 在我看来 尚难判断此次行动 究竟有多大胜算 我希望 此次战斗 能成功将敌军 赶至托布鲁克西面 并恢复我方 与托布鲁克的路上交通 但在近日的几次战斗中 有些问题令人不安 我方装甲车都是轻型装甲车 抵不过敌军战斗机的火力 而且 由于装甲车上没有大炮 面对德军的八轮装甲车时 毫无招架之力 我方的步兵坦克 在沙漠作战中 速度着实很慢 而且 他们已被敌军强有力的反坦克炮击伤 至于我方的巡逻坦克 无论在威力还是速度方面 都远不及德军的中型坦克 我方仍存在太多的技术障碍 基于以上因素 我方获胜的概率可能不大 所以 必须获得适当的装甲部队支援 和充足的后备部队 6月15日 战俘作战计划开始实施 起初战事进展相当顺利 下午 我方警备旅攻下了卡普错报 俘获了数百名敌军 该警备旅的部分军队继续向塞鲁姆西面的防御地带前进 但在那儿遭到敌军拦截 16日战事没有任何进展 哈尔法亚和塞鲁姆的敌军坚守阵地向我方发动攻击 巴赫少尉 您说龙美尔将军的主意可行吗 我们的命运真的就要靠这几门炮决定了 你管那么多干嘛 行不行待会就知道了 不然的话 你给我想个办法 让对面的马提尔他停下来 快 所有88毫米高射炮把炮管放平 给我瞄准英国人的坦克打 能不能守住哈尔法亚冠 就看这一招了 你们看到了吗 第十五装甲师几乎没费吹灰之力 就让英国人六十多辆灵活的坦克变成了废铁 传我命令 第五轻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师全部撤出战斗 务必于扶晓前插到英军侧翼 把他们给我赶下地中海 一直打到坦克的汽油烧完为止 维维尔将军 这样大家就会出大问题的 我的左翼非常威胁 第四装甲大队现在处于超负荷状态 第七装甲大队被德军的第五轻型装甲师击退 而且他们还有一种用拖车拖运的反坦克大炮 火力凶猛 我们损失惨重 燃料和军火严重断缺 敌人肯定是希望在卡布座和哈尔法亚关诱补我们 这个坑我们不能跳 没再为将军 我会与明天中午飞抵皮尔斯将军的指挥部 我们尚未丧失战机 请你一步坚持到那一刻 没这个必要了将军 现在我们必须撤退 这样的话 唯 唯 借鬼 6月17日当天早晨 警备旅仍待在卡普错保 直接面对塞卢姆 可敌方使用了一支火力强劲的部队 便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卡普错保 据称该部队配有一百辆坦克 针对此种威胁 指挥装甲部队的克雷将军建议 第七装甲旅从南面发动进攻 而第四装甲旅则自北面进攻 不再同警备旅联合执行任务 然而就在第四装甲旅刚动身之际 敌军第一支装甲纵队 自西面开来 使警备旅 侧翼陷入险境 至此决定性的时刻 威威尔 飞帝皮尔斯将军的作战司令部 期盼通过克雷的装甲部队发起进攻 来扭转战局 但他 刚到目的地 便火烯 梅塞维 以自行做出决定 面对侧翼与后方的双重威胁 为避免被包围 必须立即撤退 既然已成事实 威威尔便同意了该决定 敌军并未穷追不舍 龙美尔命令其部队 全部采取首饰 养精蓄锐 以被秋季之战 比起地中海历次战役 此次战役虽然规模不大 但其失败 却给我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收到战事的详细报告后 我们们不乐地在山谷里 散了几个小时的步 身处国内的我们意识到 威威尔 以心力交瘁 更为棘手的是 龙美尔 以攻破我方沙漠侧翼 导致我方 以着手实施的希腊用兵计划 遭到破坏 被迫停止 实施战俘作战计划后 我做了总结 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 现任印度总司令 奥金莱克将军 虽然似乎过于 追求安全与稳妥 但他的才能风度和人格 令我印象深刻 我坚信 如果任命 奥金莱克 等于向中东 判了一位朝气昂然的新面孔 另一方面 威威尔 也可从实力强劲的 印度司令部 赢得时间 养精蓄锐 基于内阁和军队 并未有人 反对我的意见 六月二之一日 我发出了这两封电报 至维威尔将军 第一 我已得出结论 基于大家共同利益 最佳方式 便是命 奥金莱克将军 前去接替你 担任中东部队 司令官一职 在我看来 你肩上 胆了太久的重任了 眼下的战场 面临着 最为严峻的威胁 需要一位 具有全新眼光的 新手来指挥 此事 我已征求过 印度总督的意见 他向我保证 如果由你 来接替这一钥匙 做这项工作 印度人民 将热烈欢迎 有鉴于此 我打算 向陛下去见你 第二 奥金莱克将军 已经受命 立即动身 前往开罗 等他到了以后 你带他了解一下 整体形势 眼看德军 就要向东进军 你们两人 应该共同协商出 应对措施 我估计他最迟四五天内 便可乘飞机抵达 和他解决完 各项问题后 你应该尽早 动身前往印度 此事不必对外宣扬 你俩上任前 要严守这个秘密 知印度总督 请将以下电文 转告 奥金莱克将军 我已另外 给维瑞尔将军 发去电报 经过对整体形势 一番慎重的考虑 我已决定 让国王任命你为 英王陛下 驻中东的总司令 你应该立即动身 前往开罗 接替维瑞尔将军 而他接替你 担任印度总司令 一职 你需和他商讨一下 整体形势 眼看德军 马上就要向东进军 你得和他 共同商量出 一些措施来阻止他们 抵达目的地后 请告知我 在你就任新职前 需对此次调动 严格保密 6月4日 我任命海宁将军 为总监 这一非常职务 是我最近新设的 我希望他能 接替维瑞尔 负责一切供给和技术事物 这样一来 各相关司令 便不必为所事操心 只需一心忙于作战 我儿子伦道夫 则正在沙漠服役 他不常给我来信 但6月7日时 我收到从外交部 转发来的电报 伦道夫在得到我方大使 麦尔斯兰普森爵士的 允许与鼓励后 从开罗 发来了这封电报 如果没有一位阻止多谋的专家 亲临战场 进行日常政治与战略指导的话 我们对这场战役毫无胜算 为何不派一位战时内阁成员 前来指挥整场作战行动 随之而来的不仅 要有几名工作人员 还需要两位能力超群者 来调节供给情况 指导检察工作 负责情报和进行宣传 仅仅调动人员是不够的 眼下实际也成熟 条件也有利 是时候进行 贴质改革了 我在两周后发去复电 肯定了他的意见 紧接着 我便辅助行动 1940年10月 我曾请奥利福利特尔顿 尚未加入政府担任贸易大臣 在我看来无论从哪方面看 眼下他都是出任战士内阁 驻中东大臣 这个前所未有的新职务的最佳人选 他的上任将很大程度上 减轻军官们肩上所背负的重担 各政党的同僚们立即同意了我的提议 因此我于6月29日给维贝尔发了封电报 国王欣然应允 同意 命前贸易大臣 奥利福利特尔顿上尉 担任战士内阁国务大臣 并让勋爵比伏布鲁克担任军需大臣 30日 利特尔顿上尉 将和几位机要秘书 一起乘飞机离开英国 并于7月3日抵达开罗 作为战士内阁驻中东代表 他主要负责减轻中东最高司令部的负担 处理所有非军事要务 并根据英王陛下政府的决策 立即就地解决诸多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牵涉到各部门 以及有关方面 必须向国内请示 此举与你在4月18日电报中所提的意见大体一致 不过却更为深远 关于我给利特尔顿上尉所发的指示 详情见下次电报 请在奥金莱克将军抵达后 将此事转告给他和麦尔斯·兰普森爵士 在利特尔顿上尉抵达目的地前 要严守其形成与使命 第114章 苏联的复仇 在这一章您将听到 尽管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 许多组织或个人通过各种方式 将德军将要进攻的消息 透露给了苏联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情报 却因为斯大林的固执 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当炸弹落在毫无准备的 苏联人民头上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得意志的同胞们 国家社会主义党员们 在我尽力保持几个月的沉默后 尽管非常担忧 但是我公开演讲的时刻 还是到来了 对我来说 这是痛苦和艰难的一步 德国人民 从来没有对俄罗斯民族怀有敌意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统治者 试图把包括德国在内的 整个欧洲 脱入战火之中 德国从未试图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传播到俄国 然而 莫斯科不断企图让我们 以及其他欧洲民族 臣服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他们不仅在文化方面 最重要的是 妄图通过军事方式来达到目的 他们在每一个国家的努力 这些结果只能带来混乱 不幸和饥饿 因此 1939年8月 派我的外交部长去莫斯科 试图打破英国 包围德国的计划 这对我来说是困难的 我这样做 只是因为 我对德国人民的责任感 最重要的是 希望达成永久谅解 避免我们可能做出的牺牲 然而 我为德国人民的利益 所寻求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结果却是 对生活在受影响国家的 德意志人 异常不利 超过五十万德意志民族的同志 几乎一夜之间 被迫离开他们以前的家园 以逃避新政府 而这个新政府 却以巨大的苦难 甚至早晚 以完全灭绝的方式 来威胁他们 我对此保持沉默 是因为 我必须这么做 我所期望的是 与这个国家 达成最终协议 如果可能的话 达成永久性协议 但即使我们在向波兰进军时 苏联的统治者 却违反条约 突然要占领立陶宛 尽管如此 我还是接受了俄国的新要求 但这 只是一系列 其他新要求的开始 我还是不得不保持沉默 而克里姆林宫的那些统治者 却变本加厉 英国和苏维埃俄国 想尽可能延长战争 以弱化整个欧洲 并使其陷入更加虚弱的境地 莫斯科 不仅破坏了我们的友好条约 更是背叛了条约 在过去 由于形势所迫 我被迫保持沉默 现在 保持沉默 不仅是一种罪恶 而且 是对德国人民 对整个欧洲 犯下的罪行 今天 约160个俄国市 部署于我们的边界 数周以来 持续发生越界行为 不仅在我们的边界 还在遥远的北方 以及罗马尼亚 俄国飞行员 已习惯了忽略边界 也许是为了向我们表明 他们已经觉得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现在 是时候 对他的阴谋 做出回应了 这些阴谋 是由犹太昂格鲁萨克逊的战争贩子 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总部的犹太统治者们策划的 此时此刻 就惜范围和规模而言 一场世界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进攻 已经开始 与芬兰同志一起 纳尔维克的胜利者 站在北冰洋的海岸边 德国的师团 在中复挪威的将军指挥下 连同芬兰的自由英雄 和他们的元帅 保卫芬兰的领土 在东线 德军的阵型 从东普鲁市 一直延伸到卡尔巴迁山脉 从普鲁特河河岸 从多瑙河下游 到黑海 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 在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 安东尼斯库的领导下 团结一致 现在 这条亘古以来 最大的前沿阵地 开始向前推进 不是为了给永远结束 这场伟大战争 提供手段 或是保护个别国家 而是保护欧洲的安全 从而拯救每一个人 德国的士兵们 这样一来 你们就进入了一场 严峻而有特殊要求的战斗 因为 目前欧洲的命运 德意志帝国的未来 我们民族的存亡 都落在你们的肩上 愿上帝 在这场战斗中 保佑我们 由于苏联政府 丝毫不关心 西方列强的命运 第二战场 也因此灭亡 尽管如此 不久以后 他们又会再次强力号召 开辟这一战场 早在六个多月前 希特勒就以决议 要灭掉苏联政府 但他们似乎根本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即使苏联的情报机构 曾提醒过 德军正向东欧 大规模部署军队 他们却仍未采取 诸多必要的应对措施 土耳其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 这四个国家 苏联的基本利益 和自身安全 与之密切相关 苏联原本 能在一月间 通过英国的积极援助 来联合 这四个国家 建立一条巴尔干战线 以抵抗希特勒 但是 他们坐视不理 现如今 除了土耳其 其他三个国家 都已逐个被德国吞并 我们怀疑 他们不顾巴尔干的 种种机会 而坐以待毙 并未曾意识到 德军即将向苏联 发起猛攻 1940年12月18日 希特勒发出 巴巴罗萨指令 已经大体部署好 进攻俄国所调集的军队 并下达了主要任务 那时 德国在东县 总共部署了 34个市的兵力 若想要将兵力 扩充至三倍以上 需制定一个庞大的计划 并做好长期准备 在1941年的前几个月 德军一直忙于此事 五月间 德国部署在东部的军队 增至87个市 除此之外 德军有不下25个市 被牵制在巴尔干 五月和六月初 德国多支精锐部市 和所有装甲市 都从巴尔干 开往了东县 因此到了七月初 德国最高统帅部 至少能派出150个市 以及约2700架飞机 作为空军主力 向他们提供支援 我方三军参谋长 眼光长远 且态度坚定 五月31日 他们警告 中东司令部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可以证明 德国为了对付苏联 正大规模 集结陆军和空军 以该威胁为基础 他们可能会要求 苏联做出让步 给我方造成严重危害 一旦苏联拒绝 德国便会进军 我们现在知道 希特勒在1940年12月18日 发出指令 5月15日进攻苏联 然而 由于贝尔格莱德发生革命 希特勒圣怒之下 便于3月27日 将进攻日期 推迟一个月 过后 又推迟到6月22日 3月中旬 德军将驻守在北面的军队 调至苏联主要前线 已无需再遮掩行动 在此期间 德国最精锐的120个师 正集结于苏联前线 被分成了三个集团军 隆德施泰特所率的 南部集团军的装甲力量不齐全 其装甲师近日 才从希腊和南斯拉夫 调回德国 尽管进攻日期已延至 6月22日 但由于装甲车辆 在巴尔干遭到损耗 故急需 修正和彻底检查 4月13日 舒伦堡 从莫斯科返回博里 4月28日 希特勒 在接见他时 以苏联对南斯拉夫的 姿态为主题 发表了长篇大论 舒伦堡 曾设法为苏联的行动 进行申辩 他说 对于德国即将发动 进攻的言论 苏联表示十分惊恐 希特勒说 塞尔维亚事件 已经为他敲响警钟 在他看来 那里所发生的事件 证明了一些国家 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 然而 舒伦堡却坚持 自己的一贯主张 坚信斯大林 已做好准备 甚至会对他们 进一步让步 4月30日 舒伦堡回到莫斯科 同希特勒的会晤 使他恍然大悟 他清楚地意识到 希特勒 已下定决心发动战争 5月7日 舒伦堡 在报告中 满怀希望地说 斯大林 已经接任摩洛托夫 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即苏联政府首脑 可能是由于 最近外交政策方面的错误 而导致更换领导人 德苏两国原本 诚治的合作关系 因而愈冷 但是 斯大林却一直有意 为建立和保持 双方诚治的关系 而不懈努力 上任之后 斯大林将负责政府 所有的国内外活动 我确信 斯大林将利用 其新职位 为保持和发展 德苏两国的 友好关系 而亲力亲为 当然 我们尚不完全了解 莫斯科的状况 德国的目的 却似乎简单易动 斯大林一定是努力 让自己对希特勒的政策抱有幻想 又过了一个月 德军再次进行 紧急调动和部署 6月13日 舒伦堡向德国外交部 发了封电报 内容如下 这是摩洛托夫 刚发给我的一条塔斯社电讯 该电讯将于今晚进行广播 于明日登报 内容如下 在英国大使 克里普斯甚至还没有返回伦敦时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报纸 大肆传播种种谣言 声称 祖德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他们宣称 一 在领土和经济方面 德国可能已经向苏联提出请求 两国随即进行谈判 定制一项更密切的新协定 二 据说苏联 已经拒绝了这些要求 导致德国在苏联边界聚集了军队 已被攻打苏联 三 为了对德一战 苏联方面 或许已投入到紧张的准备中 并在德国边界 聚集军队 虽然这些谣言无疑是荒诞的 但 莫斯科相关当局认为 有必要说明这些愚蠢的宣传 是由反对德苏的势力所策划的 这些人 以心想扩大 并加剧战争局势 希特勒 理应赶到新满意足 他的欺骗策略取得了成功 受害人的心理状态 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这里 我有必要记录下 莫洛托夫愚昧的言行 舒伦堡 至德国外交部 今晚九点三十分 莫洛托夫把我叫去了他的办公室 他一开始便提到了德国飞机一再越界之事 之后他表明 自己已令戴卡诺索夫针对此事去会见德国外交部长 莫洛托夫说 通过诸多迹象可以看出 德国政府不满苏联政府 甚至还在近日谣传 德苏一战 一箭在悬上 他们发现 这些谣言之所以流传这么久 是因为德国对六月十三日他私设所发的电讯毫无反应 甚至都未曾刊载过这则电报 苏联政府无法理解德方为何会感到不满 如果是由于鄙视的南斯拉夫问题 他认为通过之前的交流 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况且这事已经成为过去 如果我能把引起德苏关系目前状况的原因告诉他 他应当对此感激不已 我回复成 由于我不了解相关情况 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但是我会把他的话转达给伯利 然而现在 时间已经到了 智书伦宝大使 一 把留在手头的所有密码资料都销毁 停止使用无线电 二 请极客通知穆勒托夫先生 告诉他 你有急事向他禀告 需要立刻践踏 接着 向他做出以下声明 德国政府宣布 苏联政府与其因旅行义务背道而驰 不但继续企图暗中危害德国和欧洲 而且愈演愈烈 所采取的外交策略反德倾向越发明显 召集所有军队 与德国边界待命 苏联政府已因此废弃同德国签订的条约 计划在德国生死存亡那一刻使其父辈受敌 所以 元首已命令德国武装部队 将尽一切办法对抗该威胁 该项通知已无需再讨论 苏联政府有责任保护大使馆人员的安全 战争来了 我方十多个卫射房的村庄 刚刚遭到了你方飞机的轰炸 你认为我们活该如此吗 你好啊 克里姆林宫您是哪里 总裁部长朱可夫 请你立即请斯大林同志接电话 什么 现在斯大林同志正在睡觉呢 请立即去 德国人轰炸我们的城市了 您请稍等 朱可夫同志 喂 我是斯大林 到底怎么回事 斯大林同志 德军飞机对基辅 明斯克 塞瓦斯托波尔 牛尔韦斯等多个城市 同时发动了空气 战争爆发了 我们被骗了 斯大林同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斯大林同志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和铁木星哥到克里姆林宫来一趟 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 让他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 斯大林固执己见 愚昧地看待可怕事实 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设法改变 虽然德方估计苏联召集了一百八十个师 于边界处 其中一百一十九个直接对准德国前线 但这些事却突然遭到大规模袭击 破效时分 数百架苏联飞机被德军发泄 尚未起飞便被轰炸 要想技术完整 我一定得谈一下 希特勒为了应对新敌人 而采取的可怕决策及其实施过程 面对与敌军殊死一战的压力 希特勒实施了一个决策 他在六月十四日的一次会议上 下达口头命令 该命令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德军 应该如何对付苏联军队和人民 由此引发了诸多 残忍野蛮的行为 根据纽伦堡文件 哈尔德将军作出证词 元首在向苏联发动进攻前 曾就此事召开会议 主席本次会议的 包括最高统帅部相关的 所有将领和人士 缺解的开会日期我已记不清 元首在会上表明 苏联与西方国家不同 我们与其作战时 势必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他说 苏联人在德苏一战中将拼死一搏 既然苏联不是海牙公约的签署国 我们就无需按照公约条款来对待苏联战俘 他还说 不应该将所谓的人民委员 视为战俘 据凯特而说 希特勒的主要意思是 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决战 仅于这一事实 我们在此战争中中 不能采用国际法所认可的 唯一一个正确方法 我军队此办法早已熟知 6月15日 我曾就德国即将进攻苏联一事 向罗兹夫总统发去电报 我方所获得的各项消息中 最可靠的一条 是德军貌似即将大去进攻苏联 德军不仅在芬兰 罗马尼亚一线部署的主力部队 而且空军和装甲部队也已到位 昨天 卢佐夫号袖真战列舰 刚从斯卡格拉克海峡出发 我方飞机立即发射鱼雷将其击中 该战舰十有八九是想开往北方 前去支援北极侧翼的海军力量 这场新战争一旦爆发 我们需秉承打败劲敌希特勒这一原则 尽力支持溯源 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援助 周末美国大使告诉了我总统的答复 总统允诺如果德国进攻苏联 他便当即公开支持 我为欢迎苏联成为同盟国 所发表的一切声明 6月22日早晨我醒来之后 得知希特勒已向苏联发起进攻 我要求工作人员立即发布通知 说当晚9点我将发表广播演说 没过多久 敌尔从伦敦匆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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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序 纳粹制度 除了贪得无厌 和种族专制以外 便无任何宗旨和原则 我看到 苏联的战士们 驻守国门 守护着祖祖辈辈 自远古以来 一直辛勤耕作的土地 我看到 他们正守卫着自己的家园 他们的母亲和妻子 在家中为其祈祷 我看到 在苏联上万座村庄里 少女们 脸上洋溢着笑容 孩子们 在嬉戏玩闹着 我看到 纳粹的战争武器 正在发起疯狂的进攻 猛冲向这片土地 简随其后的普鲁士军官们 身着华丽的戎装 腰间配着刀 斜根搭搭的作响 坚拧的特务专家 刚刚威胁 钳制了十多个国家 我还看到 大批德国士兵 如一群爬行的蝗虫 在缓慢前行 这些人头脑愚钝 训练有素 唯命适从 却残暴凶悍 在这些愤怒的眼神 和猛烈的攻击背后 我看到 一小股恶棍 正计划和组织 向人类发动此次 大型恐怖袭击 我一定要宣布 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定 相信伟大的自治领 不久便会同意此项决定 我必须发表此次宣言 你们会疑惑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吗 我们尤其仅有一个目标 一个不会更改的目标 我们决意摧毁希特勒 及纳粹制度的所有残余势力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个人 只要与纳粹帝国进行作战 我们都会向其提供援助 只要跟随希特勒的步伐 我们都将与之为敌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和宣言 因此我们将竭尽全力 为苏联及其人民提供援助 将呼吁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朋友和盟国 采取统一方针 和我们一样诚心坚持到底 这不是一场阶级之战 整个英国和英联邦都将参与其中 不分种族 不论信仰 不分党派 一些国家和政府形势考虑不周 导致自身被敌国诸葛击败 等我谈到希特勒 由于杀戮成性 满怀贪欲而对苏联贸然采取行动时 曾指出在其暴行背后 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动机 即摧毁苏联 他的最终目的是让整个西半球国家 沉浮于他的意志和体制之下 如果这一点落空 那么他之前通过打败别国所取得的战果 便毫无意义 基于此 苏联人民为国而战的这番事业 也正是全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民族 要完成的使命 同样 苏联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 也是美国的危难 残酷的经历 曾给我们狠狠地上了一课 我们应吸取教训啊 发奋努力 只要我们赏存一丝气息 仍有余力 就应该众志成城 打败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